民生豪宅建商养 高宏安被爆住豪宅 被質疑是建商提供 虽然高宏安強調 這是男友租屋處 還出示租賃契約 但綠營議員追查發現 屋主根本就是建商背景 且租屋過程有移動 12月份高宏安就職 那1月份這個林姓屋主 就買下了這個房子 就租給了高宏安跟他的男朋友 買得很急 然後你急著要出租 然後你根本完全沒有殺價 根本沒有完全溢價 多付了這個524萬 這合乎藏你嗎 林姓屋主擔任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 建設公司董事 以及從事不動產買賣的公司創辦人 而租給高宏安的豪宅 同樓層另一戶屬於全宣建設 這麼巧去年底高宏安就任市長之前 林姓屋主同時也擔任全宣建設監察人職務 且跟他的公司全部都在同一地址 林姓屋主建商背景被質疑 今年1月急著買屋就是要給高宏安使用 就是建商著手轉右手嘛 你就是為了要掩人耳目啊 提供給你高宏安跟你的男朋友居住嘛 你不僅是高宏安市長的正式白手套 你更是跟他一起共享這個市長的權利 有這個權利去核發所謂建商的建造 還有使用執照 但是你卻毫不避諱跟建商幾乎是零距離 這個是犯了這個縣市首長地方所的大忌 民進黨議員也到新竹市地檢署針對市長高宏安 違反貪污制罪條例案0申告 加上連政署也出手調查 相關爆料逐一浮現究極真相為何 高宏安恐怕都得好好說明 在新新聞 張浩義 黃英傑 優博新竹才能報道